公车到来民众开心的上车 这一处位于东四街上品院社区前的必然大地社区站 后面有上千户 搭车人数众多 当地市员林敏勋因此争取设置LED智慧站牌 让搭车民众只要看着LED荧幕 就可以知道602、603及605等路线施工车何时会到站 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只能在后车停苦苦等候 就怕错过班次还要再等几十分钟 我们必然大地社区的后车艇 其实是很多民众搭乘的一个后车艇 因为包含它后面有上品院设计 有必然高地、必然山水、必然大地 然后跟那个阵容国宅还有暖暖时盛 其实后面整个大概上千户的民众都仰赖了这个后车艇来做使用 那更甚至是有很多的长辈 他其实没办法像我们用那个手机APP查询 他可能不会使用这个手机的功能 那他就是很仰赖这个公车时刻表 那如果有这个LED的智慧型站牌 可以让这些长辈可以更清楚明白说 我们的车子什么时候会进站 那他们就可以做那个预期 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可以什么时候再过来搭车这样 那因为我们这边总共是603、605跟602嘛 那如果你要做603的 他搬次比较不多 那605龙门鼓也是大概一小时才一搬 那所以说让民众知道说这个什么时候时间到来 其实非常的重要 李敏勋表示他会继续争取在暖暖区其他公车站牌 也设置LED智慧站牌 让大车民众不用再吃吃等着公车到来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